他這個地方來露兩手給大家看 我覺得說很簡單一個事情是 我們不要太過於去了解說 共產黨的一些高層的慈眉善目 或者說一些他們的那一種 對於外面的一種格調 應該是這樣說的 共產黨有很多重點 那習近平是一張臉 邸克強也是一張臉 當權的是習近平 但不代表說今天習近平不當權 共產黨就是一個文明 所以是一個民主 就是一個自由 就是一個尊重人權的國家 剛剛主持人員講到 他跟溫家寶的比較 是某種程度上是非常類似的 你看看從去年12月 李克強也講到 反對運動式的 冒進式的一道切的政策 那是不是講到 這個共同富裕政策的問題 你看看這一次人大開幕式的時候 他講到一個政府工作報告 他也專門提到共同富裕的政策 但琢磨不多 沒有講到他曾經執政過的杭州市 的一個試驗區的問題 共同富裕試驗區的問題 也沒有講到第三次分配 就是所謂的割韭菜的問題 就是讓這個馬雲啊 阿里巴巴啊等等 騰訊啊 馬花腾等等 回捐錢給國家打的問題 他們沒有講 所以這個地方 讓人家很多想像空間 認為說 這個只是說 在無能中 那個表露出自己心機的部分 我沒有辦法去否認 有這一層面的存在 但大家知道說 黑白臉的方式 就是說 共產黨必定要擺出一副黑臉 有白臉 紅臉跟白臉的模式 所以他一定會有一個人 要充當起這一種事情 才能夠減壓 才能夠創造出一種迷思 才能夠誘惑跟誤導人 所以我希望說 大家對於李克強 不要寄予太多的那個既望